歡迎同學們收看我們這次的教學內容 來 我們這邊要介紹一下 睿角三角函數 我一再強調什麼叫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是兩個名稱所構成 第一個角度三角形 第二個函數 我們在三個單元當中 我們介紹過角度的觀念了 所以說我們這邊來幫大家 複習一下三角形的觀念 那我們在三角函數當中 我們經常玩弄是什麼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所以說我們這邊來複習一下 我們國中學國所學過的直角三角形 這樣可不可以齁 以直角三角形來講 我們最常用到直角三角形 是把它分成兩大類 以邊才來區隔 有哪些直角三角形我們常用到 我們先複習一下 什麼叫直角三角形 其中有一個角是什麼角 直角 原本三個角相加是幾度 180 有一個角度是直角90度 可見這兩個角度相加會是幾度 90度可不可以 那在直角三角形當中 我們一般習慣上 角A對面 這段邊才用小A做代表 角B的對面 這段邊才用什麼 小B做代表 角C的對面 這段邊才用什麼 小C做代表 行不行 那什麼叫直角造型 它邊才有什麼特性 它三邊才會滿足什麼定理 B式定理 什麼叫B式定理 其中 最大是誰 是C 對吧 這三邊才當中 最大是誰 小C 行不行 什麼叫B式定理 把這兩邊比較小這兩邊 好不好 把這兩邊平方相加 A平方加 占B平方 加起來會等於斜斜多少 7平方 這樣行不行 那老師想請問一下 有哪些數據 我們經常用到它 它會滿足B式定理 而且是整數 有哪幾個 來我們複習一下 第一個有多少 有3比4比7 5 這樣行不行 還有咧 5比12比7 13 還有咧 7比24比7 25 還有咧 8比15比7 17 這四組數據好不好 我們經常會用到它 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滿足B式定理 而是整數的 對吧 所以說這些 比較好運算 所以說考試當中 經常考我們 看可不可以 OK 再來這是以邊纏來區隔 以角度來講 好不好 有三組直角造型 我們這邊也常用到 哪三個 第一個是30度的直角造型 好不好 三角度是30度 這60度 這90度 它比例是2比1比多少 更好3 還有一個是45度的直角造型 好不好 45度是什麼 等腰直角造型 它比例是1比1比多少 更好2 還有一個60度的直角造型 說老師 60度和30度不是一樣嗎 對對對 只是一個毯子一個怎樣 站著 行不行 所以說比例要搞清楚 好不好 這90這30這60 這90這60這30 對吧 所以說這兩邊看到怎樣 編倒行不行 老師要怎麼去記 我建議大家 因為我們在後面30度60度 經常用到它 好不好 用到它 所以說很容易搞混 要怎麼去記 斜邊都是幾 2 好不好 大家斜邊都是幾 2 那這兩邊呢 其中短的C 殘得四幾 更好3 這也是一樣 短的C殘得四幾 更好3 所以30度60度 技法都一樣 斜斜都四幾 行不行 那這兩邊呢 短的C殘得四幾 更好3 那比較麻煩是什麼 45度 45度怎麼去 45度是整腰直角 行不行 斜斜四七 更好2 好不好 斜斜也是二 但是這時候是幾 更好2 另外兩邊是幾 1 這樣可不可以 這些三角形 我們在後面都會採用到 拜託大家一定要怎樣 熟悉來 好 我們這邊復習過 角度和三角形的觀念了 那 我們要介紹一下函數的觀念 介紹函數的觀念之前 我要介紹一下 三角函數的名稱 這樣行不行 信號 三角函數有幾個 有6個 我們在數學上把它分成三大類 那三大類 有旋 有旋 有 格 把它分成這三大類 那其中每一大類都分成正和什麼 與 這樣行不行 教教班長就副班長 可不可以 有總統就副總統 有正的就什麼 與 所以說以中文名稱來講 搭配起來有叫正弦 余弦 正切 余切 正哥 余哥 這樣行不行 有這6個 這樣行不行 正弦余弦 正切 余切 正哥余哥 這是中文名稱 那英文名稱咧 什麼叫正弦 正弦叫什麼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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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我們在數學上 為簡寫翻變運算曲線 我們取前三個字母做代表 把它簡寫成SIN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什麼叫正切 正切叫什麼 TANG TANG GNT 一樣 我們取前三個字母來簡寫 好不好 所以把它簡寫成TANG TANG 這樣行不行 什麼叫正弦 正弦 SEC NNT 我們在數學上 以前三個字母來簡寫 所以把它簡寫成SEC 這樣行不行 所以正弦叫SI 正確叫TANG 正哥叫SEC 這樣行不行 那什麼叫余 余其實很簡單 把這正的前面加一個什麼 CO 就叫做余兒 所以說有SI就CO SI 有TANG 就CO TANG 有SEC 就CO SEC 這樣行不行 什麼寫一樣 我們在數學上 把寫成 用什麼 前三個字母來簡寫 COSA 把它簡寫成多少 取前三個字母 把它簡寫成COS CO H 一樣 把它簡寫成前面三個字母來簡寫 所以把它簡寫成COT CO SEC 把它簡寫成三個字母 前面三個 所以把它寫成COS 欸欸欸欸 你看一下 這COSEC和COSA是重複的 所以說COSEC 原本是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全 前三個字母來簡寫 但是在這邊會重複的對不對 所以COSEC 我也避免跟COSI重複 我們COSEC 從什麼曲 我們跳一個曲 C S C 這樣行不行 一樣取三個 但是用跳躍式的把它簡寫成C SC 好不好COSEC 這樣行不行 所以有3就CO 3 有10就CO 10 有second就CO second 其中哪一個最容易拼錯 COSEC 好不好 所以拜託大家COSEC給我熟記 CSC 有些同學給我記成CAS 很順齁 什麼叫CAS 安全冷凍肉品豬肉標誌 正常一點好不好 OK COSEC是CSC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好 我們前面了解了 對吧 我們前面了解角度三角星 也認識了函數了 我們現在正式把它結合起來 好不好 我來看一下 瑞角三角函數 好 我們看第一個定義 在一個造型當中 小角C是90度 求角A的六個三角函數值 來來來來 我們先畫一個直角造型出來 行不行 他說是什麼 小角C是幾度 90度 所以90度的地方 我們在數學上把它叫什麼 這時候把它叫什麼 叫C 求角A的六個三角函數值 注意聽 我這時候測量角度是誰 測量角A 對不對 所以說把測量角度 這時候擺在左下角 行不行 所以說在瑞角三角函數當中 麻煩你注意聽 角C是幾度 90度 習慣上把直角擺在右下角 今天測量誰 A 所以習慣上把A擺在左下角 這樣行不行 行好 告訴我 這叫角C 這叫角A 還有三個角 一個叫A一個叫B一個叫C 好不好 這叫C 這叫A可見這邊一定叫誰 B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好 那一樣我是剛剛講過 好不好 習慣上角A對面這個邊殘 用小A做代表 角B對面這個邊殘用小B做代表 角C對面這個邊殘用小C做代表 這是英文名稱 這樣行不行 那還有中文 對一個直角造型來講 好不好 這斜斜邊 我們中文把它叫做斜邊 我們今天測量角A 對不對 所以說這要測量角A 所以以角A為基準 這樣行不行 角A隔壁鄰居叫什麼邊 鄰邊 以角A為基準 角A對面這個邊叫什麼邊 對邊 這樣行不行 好 這個觀念有了 今天求什麼 求角A六個三角行的數值 也就是把 塞A cosA tensionA cotensionA secondA secondA 和cosA 麻煩把這些算出來 行不行 可不可以 什麼叫塞A 標準定義寫法 它可以寫成斜邊分支 對邊 這樣行不行 也就是 其分支A 換句話說什麼叫三角函數 它在測量一個指導三角形當中 它邊纏之間比例 什麼叫三 它在測量一個三角形當中 斜邊分支對邊 這兩個邊纏之間的比例 相信行不行 所以說三角函數只是一個什麼關係 它只是一個比例關係 它測量一個三角形當中比例關係 老師 測量這個比例很重要嗎 很重要 當你知道角度的比例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角度 半大縮小 去把它測量出 它要寬 或者它要纏 對吧 行不行 所以說最近三角的數在學什麼 學測量學 這樣你了解一下 所以說我們學三角的數 所以說我們學三角的數 這邊sine cosA 這邊 我們算出來只是一個比例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什麼叫sine 它要測量一個指導三角形當中 斜邊分支對邊的比例 也就是7分之A 什麼叫cosA 它要測量一個指導三角形當中 斜邊分支零邊的比例 也就是起7分之B tensionA 在測量一個指導三角形當中 零邊分支對邊的比例 好不好 也就是起B分之A cotensionA 在測量對邊分支零邊的比例 也就是起A分之B secondA 在測量零邊分支斜邊的比例 也就是起B分之7 cotensionA 在測量對邊分支斜邊的比例 也就是起A分之7 這樣行不行 起到這邊之後 對很多同學來講 老師天啊 這全部背起來嗎 很辛苦 好不好 這全部硬背很辛苦 所以說老師先想請問一下 你先觀察一下這六個 翻講的是有六個沒錯 有3 cos tension sac cos 但是各位同學 你看仔細一點點 我需要六個都學嗎 是不需要 不需要 說真的我只要學幾個 我只要學幾個 我只要學前三個 是不是就好了 對吧 怎麼叫3 寫分分支對邊 有沒有看到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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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分之1 看這邊是高的顛倒 tension 是1分之1 看這邊是高的顛倒 所以說三角行數 當中說 我只要學幾個 我只要學三個 sine cos cotension 數 second 倒數 cos 倒數 是不是出來了 所以說我只要把這三個學起來 對吧 後面什麼關係 倒數關係 所以說老師三角行數的順序很好玩 我一般都是 sine cos tension cotension second cos 所以說老師在這邊寫的時候是 sine cos tension co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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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故意這樣子 繞回來 為什麼這樣繞回來 因為這樣子 比起有什麼關係 倒數 對吧 所以說我記了說 三角行數是六個順序 計法 把它記成 cos tension cotension sine cotension 把這樣子繞過來 那隔壁有什麼關係 倒數 所以說三角行數有幾個 有六個 我們只要把sine cos pension 學起來 後面三個是就記起來了 所以基本上這後面三個 我們可以不用記 這樣行不行 我們只要記這前三個字叫 那怎麼去記 好不好 老師sine 斜邊分是對邊 cos 斜邊分是零邊 pension 零邊分是對邊 說真的 這樣子還是不好記 你說老師我知道 有些老師會教我們 什麼叫sine sine 這邊會 這邊是什麼開頭 s開頭 它會這邊寫一個s 好不好 c分之a cos 這邊寫一個c c分之b h這邊寫一個t b分之a 這樣子是不錯 好不好 這樣計法不錯 但這樣計法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我們到下個單元的時候 到我們任一腳三幾行數的時候 這個計法就不適合了 好不好 所以說我們盡量學一個計法 在這邊對腳可以用 我們到下個單元還是可以用 所以說 所以聽我們還是一樣 什麼叫sine sine sine還是斜邊分是對邊 sine還是斜邊是零邊 pension還是零邊是對邊 只是這種計的時候不要去記文字 記文字太辛苦了 好不好 記文字敘述太辛苦了 我們用什麼 用箭頭來取代 好不好 那怎麼去記 那一樣 我們畫一個指標的三小型 老師把這三小型給移過來 行不行 什麼叫sine 記的時候都很簡單 麻煩你從斜邊開始 好不好 從斜邊開始 你用箭頭來記 從斜邊開始 平平的sine 平平的畫一個箭頭過來 c分之a 有沒有一樣 它一樣是斜邊分之對邊 對吧 所以說cos一樣從斜邊開始 直子畫下去cos 7分之b 對吧 一樣是斜邊分之零邊 OK 拿翻一樣從斜邊開始 好不好 從斜邊開始 你看 分母都是斜邊 從斜邊開始 這樣記 平平的叫 sin 7分之a 直子的叫 cos 7分之b 行不行 sin cos 從cos這邊勾 散去 平均 b 分之a 是不是就好了 所以說我們記得從 鏡頭來記 前面開始 平平的 sin 7分之a 直子的cos 7分之b sin cos之後 從cos 勾散去 平均 b 分之a 這樣可不可以 同學們到我們這次的教學內容 前面老師介紹過 銳腳三角函數的基本觀念 我們先看一下銳腳三角函數的範例 他說一個上角形abc當中 角形是幾度 90度 bc是3 a c是4 麻煩你求角的各三角函數值 什麼意思 你看一下 這邊有個三角形 它是個直角三角形 所以說麻煩你馬上 畫出一個直角三角形出來 老師一直在強調 在銳腳三角形式當中 什麼叫三角形式 三角形式要幹嘛 在學測量學 所以說你畫圖的時候 務必 好不好 圖形要跟我畫標準來 你看一下 今天腳c是什麼腳 直腳 所以說直腳擺在右下角 可不可以 K號 這個地方麻煩學集 C 這樣可不可以 好 bc43 a c44 看清楚 今天重點是要求什麼 求腳b 所以說要求腳b的各三角函數值 所以說這左下角 位置地方麻煩擺誰 擺b這樣行不行 挺好 今天如果說求腳a 那左下角就擺其 a 那你看這邊 這叫a 這叫c 對吧 因為這個造型叫做abc 這邊叫b 這邊叫c 可見這邊一定是其 a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那你看一下 按照題目意思 他說bc四起 閃 bc四起 閃 這樣行不行 a c四起 4 a c四起 欸告訴我 這時候直腳上的行 單邊長比例是多少 3比4比7 5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麻煩你今天這兩腳b 麻煩你把誰 把sai b cosai b tension b cotension b sai c cosai 一個一個算出來行不行 我一再強調 麻煩你從斜邊開始行不行 好不好 我們用箭頭來記好不好 斜邊開始 平平畫過來叫做 sai 5分之4 對吧齁 斜邊分是對邊嘛 直指畫過來叫起 cos 5分之3 sai cos 從cos 勾上去是誰 tension 3分之7 4 就出來了 cotension 倒數 倒怪是7 4分之3 ziken 倒數 倒怪是7 3分之5 cotension 倒數 倒怪是7 4分之5 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齁